第十场 78公斤级 首先 有请蓝方 来自丹麦 Oley Larson 现在 有请他的对手 鸿方河南猛舞 刘国药 第十场 78公斤级 蓝方 身高 177公分 体重 78公斤 出拳凶猛 腿脚犀利 五十场 泰拳比赛 35胜 他就是来自童话王国的实力汉将 来自丹麦 Oley Larson introducing first the fighter standing in the blue corner fighting out of Copenhagen Denmark Oley Larson 鸿方 身高 175公分 体重 75公斤 2006年 河南省武术散打管校赛 75公斤级 冠军 面对进体 也是当人不让 再次把掌声 献给 河南猛虎 刘光耀 And next introducing the fighter standing in the red corner fighting out of 河南 China 刘光耀 有请 本场执法 杜振高 各位观众 比赛继续进行 这里是英雄王9 独角相闻的比赛现场 场上裁判员 度正高 下面将要进行的 又是一场中外对抗 由来自中国河南的 三打艺术员刘光耀 所以来自丹麦的 奥勒 这个丹麦选手呢 是一名 泰拳选手 他曾经进行过 50场泰拳的比赛 曾经获得过35场的胜利 从这个身体的形态上来看 这名运动员就非常的健壮 我们看三打的招拍动作 刚才直线的侧妥对抗 但是呢 我们看到丹麦选手啊 他现在是主动脑地 迅速的就抓住了对方的手臂啊 我们看到 比赛继续进行 双方运动员都感到了困惑 又把炮制 来了一个倒地动作 看来他的应该说地面进攻技术还是不错 颈部 双方队呢 僵持的时候呢 也看到丹麦选手这个绝对力量呢 还是非常出众 还是比较大 现在刘广耀呢 死死的将丹麦选手的脖子插住 但是这个身位呢 并不能够是形成制服 是 丹麦选手的力量是比刘广耀要大 哇 看到 担门研究 老尔森的力量绝对是实力 真正在这种竞赛场上 还要靠绝对力量 几乎不用说 太多的技术含量 对 还要靠实力来说话 好的 看下一步呢 将如何动作 现在刘广耀想轻易的翻身就没那么容易了 他现在因为这个角度压得比较死 他现在使用这种起桥的动作 应该说很难奏效 但是我们看到啊 这个单面选手对在地面技工上也没有什么很好的这种技法来施展 嗯 到目前为止呢 对于对方的这个关节的技术啊 并没有表现过来 嗯 就是他应该说他是打了50场泰拳的比赛 应该说是一种泰拳高手 但是并不擅长这种地面的持续 好的 现在呢 你把它再一次 站着上风 现在呢 我们看着双方的这个脚杀就非常的激烈 但是呢 作为有效动作的走向并不明了 嗯 对方的防守应该说呢 还是比较的严密 并没有能够有效的打中对方的一些有效部位 刘广源还要呢 还要小心 不要被对方锁住 现在我看对方呢 这个丹麦选手确实以礼相识惠啊 用自己的这种荣厚的功力 嗯 这不断的还是扭转了一些战局 他是通过这个开局几分钟的进攻来看呢 这个丹麦选手 他这个 现在刘广源面拳考验 不是很精湛和熟练 他又进入了这么多战力的格斗 刚才我们看到刘广耀啊 也是经历了严峻的考验 看来呢 单位选手还是选择了纠缠 是 单位选手呢 要跟他进行近距离的纠缠 他的力量上呢 比较占上风 但是呢 他那个关节制服的技术啊 并没有相应的跟上 是 所以说 从双方这个对阵来看 如果说刘广耀发挥好自己的拳的技术 和腿的技术还是有获胜的可能的 但是我们看到 虽然那个单位选手是一个 身经五十战啊 三十五胜在跆拳比赛 但是他呢 目前他的腿法 他的拳法都没有体现出来 而且我们看他的拳法呢 并不是很的刁钻和精准 好的 我们看到刘广耀 现在呢 单位选手啊 在拳法上处于下风 但是迅速的把对面 把刘广耀撂倒 有机会 警部 但是现在没有有效的控制警部 看来呢 看来呢 还是在技术方面不够全面 嗯 大阪选手呢 太拳可能练得比较精湛 但是他真正的地面进攻 和综合波机的技术呢 还是有比较欠缺 有的时候摆在他身前的几个动作呢 他也 不知道怎么来做 所以说 这场比赛 他要上齿胜的话呢 我感觉 从目前来看呢 他没有 很好的一个制服手段 但现在我们看到 这手臂啊 好像已经到了对方的颈部 看他是不是 能不能意识到呢 这个 这种机会能不能把握住 但是他看到他的左手 如果说能摆脱 来绕到前面来的话 那刘广耀的颈部呢 就比较危险了 现在刘广耀我们看到 现在加住对方手臂 好 有机会了 但是他 我们公式在打 并没有插入对方的这个景象 这样有了 这样有危险 有了 刘广耀 现在刘广耀危险了 看来果然呢 还是百密一输 被对方抓住了机会 我们说还是说 单半选手 靠力量战胜了 刘广耀 现在 有请本场执马 杜广耀宣布 本场获胜者 来方声 我们一起来看 大屏幕精彩